一天一短文 陪您度过好时光 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 从上一集开始 我们以城市漫游为主题 后面将陆陆续续 带大家以不同的角度 来认识自己所居住的城市 跟全球各国相比 台湾属地下人愁 加上不同时期的殖民属地 所做的建设 新旧并存的建筑物 高密度开发短小的街阔 密集的人口与住商混合 于是拼贴多元混合甚至杂乱 就成为台湾城市非常重要的特色 接下来漫游在流动的街道城市中 我们可以随时随处 透过摄影画作自由地展现 对城市生活的感受 就如同刘庸先生用他的画作与口述 将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年代 所呈现旧城市的风景 同年记忆中的母校龙安国小 我提记提得蛮长的 我说余毕业于台北龙安国小 许多信心跟兴趣皆启蒙于私 都在这启蒙的 为什么说信心呢 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 就得到了两次全台北市的演讲比赛第一名 所以对于演讲有了信心 至于兴趣呢 我从小就爱画画 爱写东西 虽然不一定得奖 甚或是小时候从来不得奖 但是那就是我的兴趣 这上面也提着说 后虽游击天涯 母校仍实在梦中 新丑年归国副校 我就到学校里面去了 重新拜访校长 把整个学校走一遍 还到图书馆 图书馆还看到我的专柜 因为我前前后后大概捐了不晓得 总是上万本书给农安国小的小朋友们 还有老师甚至工友 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送 让我感觉到树木更替 新楼叠起 红墙依旧 听学童笑语书声朗朗 恍如而识 乃一写此图 远景为90岁老红楼及大办公室 进景房舍为教室宿舍 回首匆匆 已是60年过往 古西留庸于阴梦楼 阴梦楼是我画室的名字 这张画上远处看到的那一排房子 现在都还在 都是日本时代的 我找了很多老照片 别看这么简简单单 但是我还是找了很多照片来参考来画 那右边这个白色的比较亮的这个建筑 是后来盖的 中间有篮球场 然后有升旗台在那边 在树下面有双杠 那是很多小朋友喜欢玩的 在那跳 在操场当中 有的人在玩球 有的人在玩骑马打仗 人背人或者是两个人 一起背一个人 然后来打仗 那都是我们小时候喜欢玩的一种方式 也有在打篮球的 至于近景 那些日本式的房子 是当年的教员宿舍 很多荣安国小的老师都住在那边 我的老师陈伦海 那是六年级的老师 也住在那 我曾经到教师宿舍的那区看过 他们不像我画的这么的堂皇 那些房子都很简单 我稍稍把它美化了一些 这画里头一定会有小鸟啊 小猫小狗啊 大家可以找找看 我跟龙安国小的同学讲了 如果龙安国小的小朋友 能够数出这张画里头 有多少个人 多少个小动物 而且树木都数对了 这张画就送给龙安国小 送给我的母校 大家快来数 希望你们能够答得对 您喜欢城市漫游的主题吗 请别忘了按订阅的小铃铛 当你漫游在流动的街道城市中 听着短文中那个年代的人物 为你说着生活点点滴滴 将有如穿越时空一般 这时你可以放下日常烦心事物 让心情去旅行 在城市漫游这一系列的每一集短文 将带着大家对台湾城市 做更细微的观察 在这个地方 希望能够 nach国安市市民 这样对台湾城市民 来自然写的 soci beter 天佑 你不能够 那种词